有像台北市政府還有像一堆的其他單位都有 像內政部平台裡面最多人下載應該是什麼 實價登錄 因為現在大家都很關心買房子 買房子大概買多少錢才是最合理的 而且甚至你還可以溯期 比如說這間房子已經轉很多手了 如果你要跟他談的時候 你要知道說你現在這個屋主 他的價格他買進的價格多少 然後他前一個屋主賣給他多少錢 在前前屋主大概多少錢 你要有那個歷史你再去跟他談 會比較有一個把握 像我之前看一間房子也是一樣 我直接跟他講說我已經知道你買多少錢 他又有點嚇到了 OK 他就開始在那邊亂扯 我說我大概知道 他後來就承認他就買那個價格 也對 因為我上面都有查到的 上面都有資料 只是說他給的資料不是說地址是很精確的 可是你可以從那個不精確的資料裡面 還可以推得出來 大概就是那個區間 大概就是那間房子 因為他裡面還有什麼 還有坪數 還有幾層幾樓 對不對 還有其他的相關資料 那你相關資料都有的話 大概八、九應該不離遲啦 或者說可能頂多不是那一間 大概也是前後間吧 那價錢應該也不至於差太多 OK 所以有的時候 其實你掌握的資料比別人多的話 自然而然相對的也比較不容易買貴 OK 那我們剛剛是主要利用台北市的大平台 裡面當然我是找這個 這個這個那個什麼 這個公有零售市場行情 那點擊之後的話你可以看到 那首先的話 第一個我們剛剛有把這個連結點寄來 那如果說我今天希望 下載 這應該有顯示更多 總共七個連結 那我當然希望說 七個全部幫我合併在一起 就自一個程式就好 但問題來了 你要一個程式解決七個連結的話 當然你要先做第一個 然後再跑個回圈 那個回圈特別是先寫那個 然後你寫出來那個sub的話 將來一樣可以把它變成一個共用的一個sub 那將來就只要傳什麼 傳給它不同的位置就好 那位置在哪裡 網址就這邊你就點下去它下載 如果你按右鍵有沒有 這邊有一個叫複製有沒有 那個連結的網址就這個 我就可以找到 它點擊背後的那個超連結在哪裡 OK 所以如果我今天要做這件事情之前 當然如果你不會寫 你可以先什麼 先開一個eSale吧 然後我們一樣先把eSale打開 打開之後的話 開一個空的好了 接下來的話我們把它錄製聚集 那特別說錄製聚集之前 請各位注意一下說 那我是怎麼樣去抓取網路資料的 特別注意喔 其實抓取網路資料 在那個eSale裡面提供的 第一個從web 但從web的話是一個網頁喔 OK那如果我說CSV 或者是XML的話 或者是什麼Json的話 那應該用哪一個 CSV特別注意喔 CSV其實它是一個什麼 文字檔 對 所以你用從文字檔 OK 那XML的話呢 你會發現喔 印象中這邊好像有針對XML 有沒有 XML 所以其實喔 如果你用Python來做 不見得有優勢耶 XML我覺得 用eSale就已經簡單了 你配合VBA那更快速 所以我覺得 反而你在那個Python裡面 去抓那個XML資料 反而麻煩耶 我發現在eSale裡面 配合VBA 反而簡單喔 OK 那CSV我覺得也是一樣 你在VBA裡面用 其實已經很簡單了 但是有一個比較麻煩 就是Json 因為它裡面沒有什麼 從Json 賄賂資料 所以這個Json格式 就是一個大麻煩 所以如果你 假如說要賄賂Json資料的話 我是建議你乾脆用Python來賄賂 因為Python真的還滿簡單的 因為Python本身有一個資料的型態 它就叫Dictionary Dictionary直接匯進來 馬上可以抓到裡面要的東西 但是在VBA裡面很麻煩 因為它沒有提供給你對應的物件 所以如果我要寫的話 變成要自己寫了 所以我也自己寫了一些 後面其實可以跟我講一下 但也不難寫 後來發現我們用之前教過那個Splitter有沒有 Splitter有沒有 Splitter不是切割嗎對不對 因為Json格式的話 它也是固定的 中間一定會是加豆點 每個每個豆點 然後Key跟Value中間是冒號 所以我們Splitter了兩次就好了 有沒有 可不可以 可以啊 沒有問題的 只是說要怎麼做啦 所以第一個我們先針對那個 這個CSV來處理 第一個的話我們是把這個網址 記得是從台北市民眾市場這邊 有個下載按右鍵 把這個網址先複製一下 第二個的話從那個什麼 文字檔這個 資料裡面從文字檔這個功能 OK 再來的話 它會問你說檔案的名稱叫什麼 當然如果你在你電腦上面 你可以去找到你的本機裡面的 但如果不是本機怎麼辦 各位 它有個特別的地方 就是直接可以貼什麼 貼一個網址上去 像這個網址有沒有 就是HTTP 就我剛剛按右鍵複製的那個 它是一個網址 這個網址是指向什麼 指向我們的那個什麼 網站上面的某一個檔案 也就是一個CSV檔 你也可以用這個方法來做 接下來你按開啟就可以了 特別之外不用選本機上 開啟試一下 那你會發現這時候 它就會自動去偵測說 到底你是一個檔案呢 還是一個server上的東西 而且它還滿聰明的 自己就幫你抓到了 還問你說 你的那個什麼呢 你的這個語系是不是Big 5 950 OK 如果UT2發 它有時候會抓不對 950比較正確 OK 它會問你說 第一個這個問題 第二個是說 你的資料是不是分格符號 因為CSV一定是豆點 所以你就一定選這個 這個不敢 這個要打勾 我的資料有標題 因為它第一列是標題 下一步 第二個的話 你的分格符號是什麼 記得 豆點打勾 TAB不要打勾 OK 然後再把它下一步 然後 這些資料是不是要全部賄賂 是 所以你就直接按完成就好了 然後放在哪裡 放在A1 所以按確定 這個時候你會發現 它就會幫我把什麼 這個 2019年的1月1號 到2019年的7月14號的資料 全部賄賂了 應該可以懂我的意思吧 可是問題來了 如果我今天 我要把這個動作 全部把它錄製下來 錄製下來 所以錄製的話 你可以什麼 這個地方的話 第一個 一樣把剛的動作 我先開個空的 所以你這個時候 剛剛是彩排有沒有 然後你就再來什麼 再來一樣 錄製聚集 聚集的名稱的話 也許是隨便取個名稱吧 也許叫零售市場 隨便 然後這時候就按確定 然後就是不能NG的 你就變成說 1資料從文字檔 2的話把它貼上 然後再按開啟 再來的話 直接就把剛的動作 再做過一遍 這個OK 再打夠了 其實這個不打夠 好像也沒關係 因為它好像沒有特別 它不是資料庫 然後按這個 豆點 然後按完成就可以了 在A1按確定 那你會發現 這樣就OK了 那就把開發人員這邊 把它停止錄製 接下來呢 就可以到聚集裡面 看有個零售市場的一個SUB 就在這裡 那你會發現 它基本上 我把上面的數據也拿掉 它基本上 它主要是用到一個物件 叫做Queri Table OK 有沒有 前面是叫什麼呢 Active Street 就是目前的工作表 目前工作表 指的就是現在這個 工作表 裡面有個物件 Queri Table Queri Table 顧名思義 Queri 查詢 Table Table是表格 或者你可以把它稱為 資料表 Add 特別重要 因為它前面這邊 WITH 所以你會發現 下面的這些點 其實前面就是 就是加一個 Active Street 點Queri Table 點 點這個 有沒有 因為它有一個WITH 所以就不用再加了 省略 好 那底下的話 你會發現 它這邊有一些參數 Connection 它的參數 給什麼呢 特別注意 它是針對Texter 將來如果 假如說你是用什麼 用的是 剛剛另外有一個 叫我們資料裡面 有一個從Web的話 如果你是從Web 特別是說 這個就會 它會把它改成UIL UIL 就是等於是網址 OK 如果是Texter 就是文字 然後後面的話 就是我們剛剛貼上的這個網址 就這一串有沒有 然後Destination 就是放在哪裡 放在這個Range A1 這應該各位可以看得懂 然後底下的部分的話 大概就這些 其實說真的 底下 這些什麼點 Command Type 這個一定會出錯 所以這一行一定要把它砍掉 其實這底下的程式跟各位講 這些屬性 你們可以按F1去查查看 基本上都不需要 其實需要的部分 大概只需要什麼 第一個語系一定要給它 第二個的話就是什麼 它有一個是Comma這個 Comma是豆點 豆點True 其他這些也都可以把它砍掉 然後還有哪一個 這個Space這個不用 這個空白 然後其他的話 這個是哪些欄你要 如果全要就全部1 因為5欄就全部5個欄位 不過其實這一行我印象中 砍掉應該也沒關係 OK 這一行應該也不用 我們試試看 它應該就只要剩下這樣子 其實就可以了 最後關鍵是這個 點Refresh就是從網路上抓下來 所以最關鍵是這個動作 如果沒有這一行 它就不會去抓資料 OK 那試試看好了 我確定一下 把它再開一個空白的 然後把這個再Run一下 看能不能自動幫我把網路上的資料 全部抓下來 有了有沒有 所以應該可以懂我的意思吧 其實有些東西啦 錄製劇集 它我覺得 缺點就是說 給你一堆垃圾啦 所以我滿討厭 但還好是我慢慢練就了 有一種功力就是 一看就說這個不需要 全部把它殺光光 所以你有沒有看到 最後程式都非常簡短 但是有些網路上給的程式 給一螺框或什麼 因為它都把它留下來 它也不知道說這個到底要不要 因為它沒辦法辨識 然後我覺得這個我一看就知道 這完全不需要 那就OK了 甚至我們這個Pattern Phone 這個不加我覺得應該有 因為預設就是Big 5 因為它微軟就預設 所以甚至這個也可以把它砍掉 當然啦 最關鍵這個一定要有 這個Add Connection這個一定要有 Refresh也一定要有 但是這兩行是不是也可以砍掉 你們可以試試看 對啦 你們在金錢在金錢 所以有的時候怎麼會知道 試就知道了嘛對不對 如果你有時間的話 你可以多試一些 好 第一個 我們零售市場就已經產生了一個了 那再來 問題來了 再來一個問題 就是說 如果我說我這個網址有沒有 假如說我把它改一下 改成什麼呢 我再不改程式的前提下 我直接下載7月16到7月30號的話 那我直接把這個複製一下 把它貼到哪裡呢 貼到這邊這個網址有沒有 把它蓋過去就好了 蓋過去之後呢 其實我只要再把哪個位置 這個Range的A1有沒有 當然你就不能A1 你要Ctrl向下 把它放在哪裡 2、4、4、4、7、6的位置 OK 2、4、4、4、7、6 當然Direct不是要叫你突發鏈鋼 而是你要想辦法 可以讓它怎麼樣 抓下一個 抓下一個 有沒有 然後自動放到這裡 我現在Range一下 看一下 底下的資料 有沒有 又出來了 但是會多一個這個啦 日期這個 那怎麼辦 你再把它刪掉嘛 當然手動刪嘛 不是啦 至少看有沒有想辦法 反正我們是希望怎麼樣 全部抓下來 然後呢 就一次性的就全部幫我 7個連結 OK 所以這邊有7個連結 你就變成說 你要把這7個連結取得 那有沒有什麼方式 最好是可以寫 我剛剛講 共用Sub 那因為那個Sub裡面 只有一個地方不一樣 哪個地方不一樣 就是 應該兩個地方不一樣 有沒有 這個網址不一樣 還有呢 將來放在哪一列的位置不一樣 有沒有 OK 那其他都一樣 那我們是不是可以 乾脆用複習一下 傳兩個參數給你 那你就自動幫我把我要的結果秀 做出來 OK 試試看好了 畫面再還給各位 你會發現其實用VPA來抓CSV 真的已經是無敵簡單了 說真的 還有更簡單了嘛 對不對 我覺得Python也沒有什麼 在這部分 其實沒有什麼特別優勢 如果你已經是使用e-sale的話 那你乾脆用VPA算了嘛 你用Python不是繞一圈 你還要把Python資料再吐回來 然後再給e-sale e-sale再開 那你不是等於是又多了一手嘛 對不對 VPA直接就做完了 而且VPA其實說真的也不太需要寫什麼 當然我剛剛只是錄製劇集 把不要的程式刪掉而已 所以請各位先試試看 利用e-sale裡面的資料 資料裡面的 從文字檔 就是文字檔的部分 去下載 把資料到我們的e-sale裡面 那當然我們目標是希望 可不可以寫一個就是回圈 然後把七個連結全部串在一起 然後一個一個丟 然後一個一個往下追蹤 然後最後當然 如果他有欄位名稱 那你可以把那個欄位名稱拿掉 也是OK啦 試試看